哈喽大家好我是Kony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Mentor Mentor的这个TestNet 然后上面有些任务 那么我在2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发了简报 让大家去操作 先去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 包括两个这个简单的屏幕 大家一定要不能答错 我这边都有答案的 如果答错了一个星期之内是不能重复回答的 然后TestNet因为有一些可能对于新人来说 不知道怎么去操作 那么我这个视频就是 我操作的时候给大家演示 然后Mentor的话 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上面去了解 这边都是有中文的 然后你点一下它的语言 它是一个二层链 二层修议链 然后它是由这个Bitdown Bitdown这个推出的 由社区所有和治理 Bit也已经有B了在我们的这个Coin Gecko 是可以查得到的 然后是它的一个路线图 大家可以去了解 那么有人说爱这个Mentor这个二层链呢 有没有必要去做 其实在早期的一些项目 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说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做 因为就如我说到是很多的项目会出来 然后你不会知道哪个项目会说哪个币会是几年之后的黑马 所以我们不断的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去学习和了解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那么Bitdown它官宣了 就是推出它的一个TestNet在这个以太链 属于以太链的这个Layer2哈 那Layer2的话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包括Arbitrum 包括OP包括这个Stat StatNet都是的 所以我们都去做尝试吧 当然你如果说时间有限的话 我们就就挑一些比较重要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Mental将来会不会是黑马 所以在你条件时间允许的前提下 尽量去做 因为都是免费的 花费的就是你的时间 好了我们来到这里 这里的话我刚刚已经做过了 然后这个网站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去淋水淋你的这个测试Token 那把你的地址你的钱包地址 小狐狸的钱包地址 那记得这里要选这个 这个测试网络TestNet 然后把你的地址复制明天到这里 然后你就会有这个 有这个有这个 0.2和24小时之内只能 申请一次 然后因为刚刚那个步骤我已经做了 然后我们到这个 到这里 这个是是他测试网上的一个链上的一个查询 然后把你的钱包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他就会有这么一个界面出来 然后你把这个网站呢 把这里啊 这里的这个网站复制粘贴到第一个任务里面就行了 因为我刚刚做过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重复做 打开之后复制粘贴 记得复制粘贴这个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因为他要看你的这个eth balance 你的eth是不是有真正去做到零水 ok 他一个任务他都给一个任务 一个任务 你跟着他的步骤去完成就ok了 他都是有 呃 步骤的 好 那么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要去mint 这个呃 啊我刚刚其实也做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再重新操作哈 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的话 然后首先你要去绑定你的推特账号 然后把你的钱包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看一下mint 哦不能mint了 大家自己去那个mint的时候 然后在情报里面确认啊 他会挑出来一个确认 然后你就签名确认就ok了 然后完了之后你会有这个呃 transaction 他是一个transaction hash 然后我们把这个transaction hash 然后复制就这边推到 那他也是需要网址 那他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的 复制这个大家看到没有这个网址啊 然后到刚刚那个地方 那这边climb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pop up 因为我刚刚网站已经刷新了 我当时好像是没有这个 pop up出来的 试一下 好 我就是刚刚那个网站已经刷新了 所以他没有跳出来一个让我加入 加到这个呃小估计情报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里 因为他是有token地址的 然后我们试一下啊 能不能直接加进去 这里是他的token的contract 投业地址 再复制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添加资产 这边有我们自定义自己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我刚刚领取的已经到账了 这里可以看到1000个这个bit token 好那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就claim 好接下来 add mental testing to your matter mask 好了我们就根据他的一个步骤 然后把它点开 好 好我们来试一下0.05个 然后从这个以太坊的测试链 然后我们跨到mental的测试链 然后去posit 这里边就是要稍等一下 然后一般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应该是有一个对话宽 跳出来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测试链的就直接添加到我们的小费 情报里面不上之前的话 我们还要自己手动去呃 停下一些参数 然后我们这边就稍微等一下 好我们相当就 他这边一直在等好像也没有什么对话宽跳出来 其实他的一个链上已经完成了啊 已经是完成交易的 所以他一直跳不出来我刚刚就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直接来到他的这个官网mento 这个xyz然后又上角有一个呃 connect你的情报 然后他这里的话呃 就可以直接添加那我们就批准这话了 那样子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添加进来的mento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这里静 测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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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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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这个呢就是自己要Mint那个token 首先我们打联系情报 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创建这种一个token 然后Standard Token 然后我们Token Name 这边其实它都有 你的名字Ticker 还有你的这个我们来试一下吧 Token名字 订阅 Token Symbol Symbol XY吧一般是18 Total Supply我们一般就Copy它的这个吧 这边的话我们就Create 这个就是我们创建自己的一个token 所以现在还是很方便的 他要0.2的那个Mentor上面 里面钱包没有了 我想起来我们刚刚好像弄错了 我刚刚他是让这个跨链不好意思 这跨链bit我刚刚给的是ETH的 这个到时候可能我要重新做 大家记得要跨链bit 在这边重新划算了 因为先bit多大值在以太坊的一个测试 在特殊链上我们就500个 这边的这边是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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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请帮你看 我们现在请帮你 我们已经有了我转了500个过来 就是用这个跨链 大家自己去跨链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复证 我刚刚其实已经操作过了 现在刚刚刷新闻在里面了 XY 然后18 这边都是18 请建议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manage token 这个就是我刚刚 我们刚刚创建的一个token 然后我们这里 我们把它加到我们的小利情包里面 然后这边添加资产 然后输入它的一个合约地址 看一下我们能出来 可以了 这个就我刚刚创建了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添加代币 这个就是我命运出来的 我刚刚设置的它的总量供应量 就是这么多 100万个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还有什么任务 这边我们已经做过了 然后我们要go to mental explorer 去到它的链上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token的地址 输入进去 这有点慢 我们先去follow吧 follow twitter 然后 等一下这里 follow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种的话 进入 然后search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创建的 是不是很神奇 今天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本领 当然对于老老手来说 对于对于这个币圈的老手来说 这个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是不是今天又写到了一个新的本领 就是你在链上创建 拖本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包括在你採访链上 我们也可以去创建 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今天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任务 好 已经claim了 然后我这边要airdrop your custom token to 500这个edges 所以我刚刚有一个这个大家记得啊 这个bridge test bit的测试 b到mental placement 我刚刚是搞错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去 去弄呃去把你的bit 比创链之后的那个链接 那个啊链上的链接填进去 我刚刚填的是以太坊的啊 这个就是要提醒一下 好当我把前面的任务都做完之后 他这边的话会有更多的任务来解锁了 那我们就很快的做一下这个airdrop啊 我们怎么样去空投 你将来去创建自己的token 然后空投给啊 就是这些项目都可以去操作的啊 然后被打开 他他这里都有步骤 我们就直接来到这里 我们刚刚只是已经创建了token嘛 然后我们就就是 copy copy 然后这里就airdropper 然后就到这里来 啊把你的这个地址token的地址输入进去 然后这里呢是有这个啊 比如说你要发空投给哪些地址500个 那么我们可以到这里 他是有这个a list of 500 volunteer 志愿者的那个地址 ok 然后你点开 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复制 然后拧贴到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呃每一个就是一个token 一个token 一共500个地址 那我们这个就是500个xyxy 就是我创建了一个token 我们这里点一下 然后确认 那这边approve完成之后我们这里选择这个airdropper空投 这两个键一定要都要点啊 第一个是批准 要得到你的钱包的签名 你要相当于签名 然后完了再去做这个空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ransaction 还是ID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 不知然后到这个mentals 然后你就 search 镇是有限的 但是 我们就能够 把这个本子都要在一起 因为我们上线的 要不得到这个 然后我们下线的 对 我们下线的 我们下线的 我 我们下线的 我们下线的 你刚刚有没有 Election 我们直接点开它吧 这边没有数据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是直接点开的 直接复制进去 复制粘贴 应该是这样的 Double check 点击 这边在写生的 result 没关系我们就 直接接到这里 然后Memory watch 然后这里有个Volunteer 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 把你的地址做为 测试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 那500个地址 那个也是人家的地址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 伸数啊 现在已经2900 23999的 他已经有2500个 .yes 那这样子ok了呢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token 从这个空投到你的情况里面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 然后Mental后面 还有很多的任务 还有一些任务 我到时候会在 后续的简报 以及推特中更新 大家一定要去 关注 订阅我的简报 以及关注推特 如果可以都还可以加入 Telegram 电报 因为很多信息的话 会直接发在那里 好了 谢谢大家